李锐成 台湾报道 难道真的只顾深蓝的福利 而不管其他人了吗 现在马政府呢 有意要将92年被取消的 这个补助要恢复啊 那么当初呢 是只要在这里面写的 10年以上深雇的 就可以获得以官阶来分 大概是12000到24000的补助 但是这个荣民丧葬补助费呢 在92年的时候 就已经遭到了监察院纠正 所以就遭到了取消了 现在为什么突然又要恢复呢 难道只是为了深蓝的选票吗 如果说那么现在 国防部正式消息之后 有20万人要受贿 那么可是要花上上亿元 国库的损失相当的重 退付会呢 现在大伤脑筋 到底应该钱要从哪里来 国民党表示呢 这是维持军人的基本尊严 是马政府应该做的 但是民进党就说 这根本就违反了 公平正义的原则 因为读后了克输的族群 国防部一领退休将领年终 魏文金92年遭到监察院纠正 不过现在却传出 为了不让深蓝选民票源流失 马政府打算恢复 荣民的丧葬补助费 国民党皇复兴党部 已经正式委托立委潘维刚 向中央提案 根据了解黄复兴党部这项提案 国防部要求退府会 援拟相关配套 打算修改目前的 荣民就养安置办法规定 原本部分就养荣民 可以领取四万元的丧葬补助 一旦修改行政命令 扩大补助对象 未来领取三藏补助的 就有大约二十万人 每年国库得多支出 大约上亿元 只是研议方案曝了光 退府会不但态度很低调 还把修法责任推给国防部 这个主政的单位是国防部嘛 当出庭的时候 也是他的这个法规 被纠正嘛 要归部也是他在那边 要研议去 那我们来配合办理啊 就算还在研议阶段 但早就被删除了 荣民丧葬补助费用 可能起死回生 马政府独厚特定族群的政治动作 难免被放大解读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92年遭到监察院纠正而取消的 荣民丧葬照护金 一旦恢复的话 大概初步的估计一下 一年大概要一亿多元的经费 对此民进党立委就痛批 马总统为了要拥抱深蓝的选民 才要恢复这种丧葬照护金 真的是不可思议 由于这项丧葬照护金 去年才被监察院纠正 如今可能又要恢复领取 当时提案的监委 于藤芳作何感想呢 于藤芳今天不愿多谈 就是因为常年一发丧葬照护金 国防部去年十月才被监察院纠正 短短三个月不到 荣民的丧葬补助金 可能死回复燃 难不成马政府不甩监察院 这个只有看报纸啊 我不便要去说明这些啦 他们又要回复翻案的话 就是委员您这边会有其他的动作吗 你假设性的我就不便不便那个啦 当时提案纠正国防部的监委 于藤芳轻描淡写 不过民进党立委可救火力全开 如果他要向荣民这个商账补助费 请所有台湾人民 两千三百万人民 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 这才是公平啊 否则难道你只是要担任 这个申兰的总统吗 你已经不是全民的总统吗 如果是黄复兴党部 可以直接指挥这个退扶会来 这个要设置这个商账补助费 或恢复商账补助费的话 我们真的更觉得不可思议 不知道是这个黄复兴党部来指使的呢 还是说黄复兴党部跟退扶会 根本就是一套人马两个机关 立委痛批马政府借此拥抱深蓝水民 但军人出身的国民党立委率化民 坚持帮荣民朋友出口气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合理的 因为一个军人的这个商账补助 是一个最起码维持军人最后尊严的一个东西 你说一辈子为国家到最后死无葬生 这个说报过来 尽管蓝绿立委不同调 但监委查案动用纠举权 却被行政机关翻案 依规定监察院有权质问被纠正机关的首长 也就是约谈国防部长 两个月之内没有限期改善 监委可以弹劾首长 只是这回马政府为了申兰选票 着手严理恢复丧葬赵护金 连监察院的纠正也完全不理会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位下定